藤野将那则四个漫画丝的粉碎 四个漫画的第一页飘进金本房中 也飘进了另一个时空中的金本面前 小金本看了漫画的第一页 上面写着不要出来 这时家里的门铃响了 小藤野在门外 重复当初送毕业证书的过程 这一次金本无尽嘴巴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等到门外没了声响 金本在走出去时已经空无一人 可能是幽灵吧 金本回到房间继续自己的创作 后来看到了画中的美丽世界 再次沉溺其中 在自己的不断努力之下 也收到了美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时间来到2016年的1月10 11点17分 金本坐在美术和二楼的沙发上休息 他听到了楼梯方向 传来金属碰撞子的声音 此时沙发附近没有别的学生 11点19分 凶手从外侧楼梯入星楼内 遇到了正在休息的学生 凶手称 当时的自己有被害妄想 听到了辱骂自己的声音 坐在沙发上的金本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凶手一边大喊吵死了 一边向金本回去了榔头 第一次攻击落空 凶手嘟弄着 金本就是抄袭自己画作的人 开始了第二次攻击 千军一发之际 腾野一脚踢飞的凶手 两人双装落地 凶手的武器也从手中脱落 腾野起身接着又是一拳 检查到来 凶手被控制 腾野说 自己在临时的道场练习空手道呢 慢跑的时候 听说有人吃武器进了大学 就觉得很危险 于是追上去想踹飞他 结果没站稳 自己反倒骨折了 金本向腾野表达了感谢 他想正式向腾野道谢 所以 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吗 收到了腾野的号码后 金本发现 救下了自己的人 竟然就是四年级时 创作悬念漫画的腾野老师 金本和腾野确定了这件事之后 非常开心 果然没错 我是四个漫画的粉丝 腾野也感叹 那真的是太巧了 随后 金本又问腾野 为什么不画漫画了 单架上的腾野说 最近又开始画了哦 等连载了 你来当助手吧 和腾野分别后 金本一路小跑 奔地回家 翻阅小学时的学年新闻 看着腾野老师 创作的四个漫画 越来越觉得有意思 画作中 还有一篇空白的四个漫画纸 金本想了一会儿后 拿起笔 开始在上面画了起来 画完之后 一阵风将漫画吹出房间 不偏不倚 来到了现实世界中的 腾野身旁 腾野拿起漫画 那是金本 模仿自己画风创作的 四个漫画 Look Back 腾野站起身 打开房门 眼前这一幕 是他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感动 金本房间里 贴上了自己所连载漫画的海报 书架上的漫画单行本 也买了不止一册 桌面上摆着的 是还未填完的读者意见表 看到这里 腾野目然回首 房间上挂着的衣服上面 是自己小学时给金本的签名 说白了 漫画这东西 我画起来根本不觉得喜欢 并不开心 麻烦不断 涂里涂气 画一整天下来 也全然画不完页 不如当个读者 自己画不划算 那小腾为什么在画 与金本的回忆 在脑海中不断重复 但原本是腾野无法参悟的问题 在这一刻有了答案 腾野看到了 自己连载漫画下的待续 他明白了 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调整好状态 腾野回到家中 将那则四个漫画贴在窗前 再次拿起了画笔 腾野今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结尾处 金本问腾野的问题 也是漫画作者腾本树 写给粉丝们的情书 画漫画真的很无聊 但是 为什么要画下去呢 因为 有喜欢的人想看呀 这些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的一天 藤本书曾经的网名《长门是我》 便是取自于金阿尼动画《梁公春日》系列中的长门游戏 书哥用自己的方式 对金阿尼进行了一次哀悼 也借着藤野的一记飞踢拯救了漫画中的 平行世界 我难以想象 因为创作了电举人和严权的作者 感情竟然如此细腻 Lukeback中的温柔刀刀刀扎爆了 我的泪点 在无比内卷的日本漫画界 书哥没有掌握裁缝密码继续爆端那些项作品 反而是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 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纯粹的故事 藤本书 不愧是你